持续热播电视剧庆余年 自带幽默搞笑 又有作为一部电视剧比较深刻的内涵的一些道理 剧中的人物更是有着他们各自的色彩 在剧中王老师相信 那家伙对他还是印象深刻的吧 在范贤刚来到京都王启年 所以用高价卖出了一张特别水的地图 之后更是为了钱立马就给范贤跪下了 把自己的妻子说死了 留下一个有绝症的女儿 要看命花钱 然后就被一个同事给戳破 场面当时一度是十分尴尬 王启年还是一个七管炎 那是相当的害怕老婆 对于自己的女儿是十分的疼爱 在外奔波劳累 不就为了挣几个钱好给自己媳妇 过过双十一傻得好了呵呵 当然如果那里有这种项目的话 王启年除了贪财之外 还有一项十分高超的技能就是溜的贼快 估计是得罪的人 比较多练出的一身跑路的本事 王启年在和范贤追逐私利里的时候 可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又是装得七孔流血而死 又是品尝马粪的 而且要不是他给黑骑君通风报信 估计范贤被北齐暗叹围住的纳会就有点凉了 王启年曾是一度的也给咱带来了不少的欢乐 可是就在大宗室四顾剑要杀死范贤的时候 一向怕死的他 为范贤挡下了一件生死 范贤悲伤痛哭霸道真气突破 一招打死大宗室四顾剑 太生猛了 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哦